郑爽张衡这对前情侣 想必已经要成为被娱乐圈拉黑的人了 自从郑爽带云起养的事情曝光之后 那段时间 圈中可谓是八卦横行 以至于后边在曝光的孩子们 都已经成为了小问题 本身已经不够清澈的娱乐圈 更是被搅得一团糟 明星们更是人人自危 害怕被扒出点黑料 而在四月底的时候 以为输掉官司沉寂已久的张衡 终于放出了自己的大招 曝光了郑爽的天价片酬和营养合同 包括和郑爽一家人的聊天 并指控郑爽偷税漏税 这样的曝光 可谓是惊讶到了一众的吃瓜网友们 拍戏77天 获得1.6亿人民币的片酬 这已经是许多人几辈子努力 都挣不来的钱财 一时间明星的高薪片酬 就成为大家讨论的对象 郑爽也因为涉嫌偷税漏税被调查 随后央视和各地方官方也都下场称 如果事情坐实的话 对于这样的一个人 难是零容忍的 据知情人士爆料 其实对于郑爽被调查这件事情 早在四月初的时候 就已经开始 甚至在郑爽和张恒的财产纠纷案期间 关于2000万借贷合同的时候 就对阴阳合同上有所涉及 已经引起有关部门的注意 在这件事情发酵之后 郑爽对于这件事情的态度 也是一场坚决 在社交平台上发文表示 愿意接受并配合一切调查 颇有一种深正不怕影子鞋的气魄 现在一切都已经在进一步的调查中 最后的结果 还是要静静等待官方宣布 张恒和郑爽的纠纷 已经不是一天两天 甚至之前在社交平台公开扬言 要曝光郑爽的所有黑料 却迟迟不见动静 直到这次在社交平台曝光的事情 可如果郑爽在四月份初的时候 就已经被有关部门盯上 那张恒想要置郑爽于死地 就得得到官方盖棺定论 郑爽存在着各种不法的行为 肯定是要将手中掌握的证据 全数递交上去 调查时这么有利的条件 张恒当时肯定不会放过 但是迟迟没有得到有回音 而四月底 张恒才在网上对郑爽实名举报 这样的行为无疑是想要借助舆论 让郑爽的事情公之于众 加速对于郑爽的调查 可是张恒在曝光郑爽阴阳合同怎样操作 和郑爽的家人的聊天记录中显示 郑爽妈妈语言指挥 而更多的执行者就是张恒本人 如果张恒举报属实的话 那么无疑他也是参与者其中的一员 张恒这是为了扳倒郑爽 连自己的利益都不顾了吗 虽然现在一切都还未有所定论 现在网上的舆论对于郑爽也非常不利 不过作为吃瓜网友的我们 也要时刻保持理智 还是要认定官方最后的定论 现在虽然言论自由 但是是非对错都和舆论没有关系 舆论也并不是打官司的利器 而近期网传的天价片酬 还是让娱乐圈的明星们受到牵连 近日也爆出了自2020年之后 有75位艺人注销和关联公司 多达200多家 再加上现在正处于调查郑爽的风口浪尖 不少人认为这是为阴阳合同 开分收入获取天价片酬 偷逃税等违法行为打掩护 或预阵一点定要查明真相 其实明星开公司无可厚非 只要经营合法 粉丝和观众都会支持 但是如果违法乱计 就另当别说 站在风口的浪尖 也势必会被强风波及 而张国立就成为了这其中的炮灰 在4月29日凌晨4点 张国立在社交平台上发文分享日常 收工记不清这是第几个大夜班了 万万没有想到 这样的一句感叹 却迎来了许多网友的无差别攻击 许多人表示 你的片酬那么高 熬个夜有什么好感慨的 随后张国立的社交平台下评论 就演变成了吐槽大会的现场 不少人都在抱怨着 连着上夜班 但是工资却非常低 这样的情况也是让人没有想到 而张国立作为一个老演员 虽然已经接近70岁的年龄 可依旧非常不服输 次日又在平台发文 还是大半夜发了就还会着骂 但我却恨不起来 因为我一个老人还在开心工作着 这几句话让不少的网友感到心痛 新港老人为了生活奔波 还要被人指指点点 从张国立老师的发文可以感觉到 对生活领悟的透彻 这件事情本该就此而止 但是知名作家宋祖德的一篇文章 将此事件推向了高潮 在文章 宋祖德痛批张国立 直演到中国不缺艺人 也不缺影视剧 甚至公鸡拍戏就是嘻嘻哈哈玩玩 这样的话语也显然是不妥当的 更说到张国立管教不好二字 应该果断退出娱乐圈 其实这番言论不免有些偏激 虽然现在娱乐圈比较繁华 但也总还是有认真拍戏 做好本职工作的老戏骨 而张国立的敬业和演技 都是大家有目共睹 这样的无差别攻击 还是非常不理智的 受到这样无差别攻击的 也不止张国立 就连一向的演技担当的孙丽 都被波及 在这对娱乐圈金钱 相当敏感的关头 孙丽娘娘却开着一辆 宝蓝色的兰博基尼 非常招摇的出行 难道这样的敏感时刻 孙丽还在炫富 这显然是不可能的事情 果然在豪车被曝光之后 就有人曝出孙丽 曾经三部剧 拿到了1.7亿元的片酬 而且在某兵逃税事件之后 被约谈的明星就有孙丽在 这次大批的明星公司关门 也是有孙丽的公司 网友们纷纷表示 对孙丽也要重点排查 其实这次的豪车事件 完全是孙丽当了杯锅侠 因为开豪车逛街的人 根本不是孙丽 只是恰好这人和孙丽一样 有着一头短饭 容貌也相似 于是就有黑粉们 拿着这个去攻击孙丽 现在孙丽有没有那天价的片酬 有没有偷帅漏税 也都只是捕风捉影 没有证据的事情 其实这次许多明星被连作 不仅是因为正爽 更是因为舆论的导向 容易让大家误会 现在看来吃瓜还是要谨慎 孙丽这次也算是人在家中做 锅从天上来 不管怎样 正爽这次的事件 让娱乐圈那些不为人知的事情 公之于众 希望通过这次的调查 可以让娱乐圈的风气 有所好转 不过话说回来 如果正爽并未做违法乱纪的事情 真的还能重返娱乐圈吗 它给大众带来的不良影响 真的会就此消失吗 对此大家有何看法呢 谢谢大家